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特殊的机制 竞争激烈的自然界 看似柔弱的蓝科植物 凭借什么能获取如此强大的生存空间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如果用性格来区分植物的话 蓝花在中国人的眼中绝对是一股清流 在传统文化当中 蓝花有香气 又生活在清静的山谷里 所以大家用空谷幽兰 来形容高雅和洁净的气质 直到现在咱们的生活当中 还会用到很多和蓝花相关的词语 比如把绝妙的文章称为蓝章 把意气相投的好友称为蓝友等等 还有很多地方保留着培育蓝花的习惯 作为我国建兰 墨兰的主产区之一 俗建漳州的南境 一直是我国历史上培育蓝花的重要地点 素有蓝陵 蓝水的雅称 宋宗氏子弟赵石庚曾经久居此地 四处寻访蓝花 并且编著了我国第一部有关蓝花的专著 金章蓝谱 其中记录着许多在南境山野中 发现的名贵蓝花品种 作为第一部蓝花专著的诞生地 南境的人们对于蓝花有着非同一般的热爱 在金章蓝谱中 有一种蓝花被推为白蓝之奇品 这种蓝花名为鱼枕素 它属于建蓝的一种 花形优雅 清新脱俗 极具观赏价值 除了鱼枕素 这里的人们还顺着金章蓝谱的描述 发现南境一带乃至于整个闽南地区的山谷中 蓝花种类都极为繁多 不乏名贵品种 可以看出 闽南的地理条件 是适合蓝花生存的典型区域之一 科学研究者们进一步对兰花喜爱的生长环境进行了分析 发现兰花喜爱幽静远人的山谷 温热湿润的气候 盛产于枕素的南境恰好地处闽南金三角腹地 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境内山多林密 山谷少有人类活动的打扰 加之气候湿润 土层肥厚 成为了兰花生长的绝佳地点 能够让人类这样如痴如狂长达好几千年 哪怕跑遍深山也要寻找的植物非兰花莫属 中国人对兰花的热爱甚至体现在了地名上 比如浙江京华的兰西市 就是因为古时候西边生长着很多的兰花而得名 像咱们刚才看到的鱼枕素 只是兰花的其中一种 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观赏兰花 一般在人们家里或者园林里常常能够见到 除了观赏兰花之外 野生兰花更是一个庞大的家族 说出来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 地球上兰科植物的种类可以达到两万多个种 而且它们的身影 除了南北两极和极端干旱的沙漠之外 几乎出现在了陆地上的各个区域 甚至连号称世界乌起的青藏高原上 也能够找到兰花的总体 墨托位于雅鲁藏布江下游 是雅鲁藏布江进入印度阿萨姆平原前 流经我国境内的最后一个县 壮阔的峡谷 矮矮的雪山 清新的雨林风光全都汇聚在这片土地上 据说这里的兰花相貌奇特 为了了解这种野生兰花 地理中国考察队来到西藏墨托的山林里 是一双拖鞋 一般只会长一朵花 你看对吧 就会长一朵花 结果呢 这个它工然长出了两朵 你看 两朵 对吧 就是一个花厅上长了两朵花 这在这个少量鼠里面 还是第一次遇到我 这是一个变异 太有意思了 西藏韶兰 一般生长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寒地带 它的花色紫红 花囊深大 上半较宽 刚好挡住囊口 在多雨的夏季 它的上半可以挡住雨水 防止雨水落入囊中 对花朵造成伤害 每年的九月中旬 西藏韶兰的果实成熟并开裂后 位于地上的部分便会枯萎 从九月到次年五月 为了躲避冬季的严寒保存体力 西藏韶兰就会进入漫长的休眠期 西藏韶兰为何会长出壮如拖鞋的花囊呢 它实际是植物在拟泰 我们这地方有一种传粉的密封 很大的 它的巢穴就住在地上 然后它这个植物就演化出 为了引诱这个熊蜂 来跑到它这里来传粉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特殊的机制 能够为西藏韶兰传粉的昆虫 是熊蜂的蜂王 每年夏初 熊蜂蜂王冬眠醒来 首要任务便是找到一个安全的据点 产卵繁衍 西藏韶兰从深褐色的花色 到造型奇特的形状 包括囊口和口袋大小 进出口袋的质感 都是按照蜂王的喜好 量身打造的 通常 花朵花蜜的熊蜂和雌蜂 各自独立 但是西藏韶兰的熊蜂和雌蜂 却生长在纯瓣中央 并融合为雌熊铜蜂的和蜂柱 受到西藏韶兰吸引的蜂王 进入囊中会发现上当受骗 想要钻出口袋 然而出洞十分艰难 囊中的蜂王顿时慌乱 会在里面上下扑腾 如此一来 便会蹭上满身的花粉 在逃脱这个假地洞后 熊蜂也就带走了西藏韶兰的繁育重任 而熊蜂的逃跑之路 就是西藏韶兰的船粉之路 兰花看上去那么弱不清风 却把自己锻炼成了石打石的伪装高手 为了生存 兰科植物可谓是绞尽脑汁 连障眼法都用上了 您看 这是一种叫华石壶的兰科植物 它释放出的味道 和蜜蜂遇难时散发的气味非常相似 那这种气味 能让以蜜蜂为食的大黄蜂 误以为这里有一顿免费的美餐 兰花一生当中 船粉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这个环节关系着兰花 能不能够顺利地传宗接代 壮大家族的力量 所以兰花为了船粉 可谓是煞费苦心 为了搞清兰花船粉的秘密 科研人员在野外观察兰花的同时 也会选择把特殊种类的兰花 移植到温室里 以便近距离研究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国家植物园的科学研究者们 专门为了破解兰花的奥秘设置的一个兰谱 在这里啊 你会看见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奇兰花 它们如何传粉 就是学者们的重要课题 这样气质淡雅的兰花 分为春兰 惠兰 剑兰 等七个大类 兰花的研究者 将这类观赏性兰花 统称为国兰 你看我们的国兰 首先看一下这四个 它的叶子啊 一般都是一年世纪都长青的 不会像我们很多其他兰花一样 它叶子就会 冬天就没有叶子了 而且这一类兰花 有六十多个种 从澳大利亚 这个亚洲 南亚一直到中国 中国是它一个分布中心 但是只有这几种国兰 是主要展在这个亚日带地区的 而且这几种国兰 正好是经过我们祖先 这么多年的这个新想 而且足够形成的兰文化 至少在一亿年前的 白厄纪中晚期 兰花就已经存在了 据说兰科植物 对传粉者相当挑剔 他们只召唤特定的传粉者 为更好的吸引传粉者 不同的兰花 演化出各不相同的花结构 包括形态各异的纯瓣 为了观察兰花的花结构 以及在自然环境中的成长状况 考察队来到有世界珍惜 野生兰花库之称的 黄金洞天坑 进行调查 黄金洞天坑 因曾发现有黄金穿梭其中 而得名 这座天坑 位于广西西北部 被誉为 世界天坑之都的乐业 天坑整个坑口 近似于椭圆形 岩壁垂直抖立 如同被刀皮俯砍一般 有的岩壁向内凹陷 使得内部幽臂黑暗 仅凭肉眼 根本无法探查内部情况 这样的环境 对于需要阳光和新鲜空气的植物来说 生长并非易事 据说 在天坑内部 生长着一种十分艳丽的兰花 当地人把它称之为 石虫花或者鬼脸花 说它长着一张鬼脸 还会自己捕食 异常危险 兰花为何会获得这样的称号 它在幽暗的天坑之中 是如何生存的呢 队员们准备深入天坑进行考察 在一处压口 队员们准备下降 郭老师 现在下面情况怎么样 先告诉你们 这上面的岩石太碎了 下的时候会小心一点 当走进天坑之后 队员们无不感到震撼 原来 这个巨大的空腔内 全部被大大小小的植物所覆盖 踏入天坑内部 我们看到周围到处都是堆叠挤压在一起的巨石 密林从石头周围或缝隙中 努力向上延展着几乎遮蔽了坑底的天空 专家用仪器测量坑底风速后发现 这里的风速几乎为零 处于一种准处于一种准风状态 挺奇怪 这里还蛮有一大片 好多 好多啊 这么多啊 花心这里像不像个脸啊 真的啊 你看看 根据花的特征 专家判断 这正是野生状态下的带叶兜兰 这个是兰科兜兰鼠的带叶兜兰 它是一种副耸兰 就喜欢生长在这种石壁啊 或者是悬崖的壁上 此时队员们发现 在带叶兜兰的口袋中 有一只虫子 它的花粉团比较重 比较相对比较大 然后必须要通过昆虫 才能给它完成这个传粉的过程 专家说 带叶兜兰的花粉隐藏较深 传粉通道狭窄 因此带叶兜兰只允许较小的昆虫 成为有效的传粉症 这样的授粉方式 很容易被误以为是在捕食昆虫 带叶兜兰也因此被附近村民们 传为石虫花 猜猜我现在在哪 我现在把自己缩小了很多倍 正站在兜兰的纯瓣上 所有的兜兰都在纯瓣的设计上 充满了创造力 豆兰的纯瓣就和花瓣一起 靠鲜艳的颜色吸引着昆虫 你看 昆虫这么一进一出 就把花粉传播出去了 不过兰花呢 可不是谁都能够来传粉的 达尔文就曾经提到过 兰花拥有高度专属的受粉系统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啊 给一种兰花受粉的几乎只有一种昆虫 也只能有一种 这就奇怪了 按理来说啊 兰花生活在高原 天坑这种极端环境下 难道不应该多接纳几种昆虫 让自己的花粉更容易传播出去吗 专家告诉我们 有不少种类的兰花 生长在天坑环境下 在国家植物园 一种名为亨利兜兰的兰花 也产自天坑这样的环境中 这个植物它叫亨利兜兰 它产自中国的广西 还有邻近的越南 它发现于这个广西的卡斯特地区 专家告诉我们 天坑绝壁形成的天然屏障 以及与地下河相连的特殊水热条件 使这样的环境发育并保存着 较为完好的原始生态系统 又因为地下河源源不断的水气 让天坑具有了对于植物的庇护和筛选作用 包括一些兰花在内的物种 得以顺利生存下来 代代繁衍 那么兰花是如何适应天坑环境的呢 天坑虽然是一个我们不太接触到的环境 但是我们知道天坑里面 它的环境潮湿 相对阴暗 比较这个陡的这个石灰岩坡为主 兰花它相对比较洗湿 兰花对这个光线的要求啊 通常不是很高 兰花它通常呢 还有那个肉质的根 这样肉质的根呢 通常有一定的攀源的特性 就能够攀附在树枝或者石头上 这样也就容许了它可以长在卡斯特地区 尤其是天坑这样的环境 除了兰花的生长环境外 专家对兰科植物的研究 同样聚焦在它的传粉方式上 我在给这个颠西蝴蝶兰 进行一个人工的授粉 在自然情况下 兰花的授粉是由昆虫携带花粉团 来传播到另一朵花 或者同样这朵花 它的一个柱头上面去 那在实验条件下 因为我们没有传粉昆虫 来帮它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呢我们就人工呢 通过这个竹签 把它这个花粉团给抠下来 然后再收到它的一个柱头上面去 在微观镜头的帮助下 队员看见兰花的花粉 并不像其他植物的花粉 有微尘般的轻盈感 反而略显厚重 实验室工作人员告诉队员 为了提高传粉的成效 大多数兰花都进化出了特殊的花粉结构 兰花的花粉成团状 是由无数颗小花粉聚集而成的花粉块 和普通花粉比起来 兰花的花粉块要重得多 不能随风在空气中散布 这就需要特定的昆虫进入兰花内部 将它的花粉块携带出来 在显微镜下 兰花的花粉块由无数细小的结构组成 无数的小的花粉颗粒 兰花自己分泌粘性的物质 把它们粘在了一起 构成了一块花粉团 花粉团一般它会有一个 叫做粘盘的一个小棒状的结构 这样的棒状结构就像一个透明胶一样 可以粘在这个昆虫身上 如果没有昆虫来访问这朵花 它的花粉就一直留在这里 直到这朵花尾粘掉 所以我们说兰花是把它所有的繁殖投入 都集中在了这一团的花粉团上面去 如果兰花幸运地让传粉昆虫 将所有的花粉带走并瘦到柱头上 那么成千上万的胚株就能成功受粉 为何兰花要选择风险如此大的方式来繁殖呢 现在这个问题是个科学问题 还没有达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定论 但是有一些研究认为 这样的比较专一的传粉机制 有利于保持它这个物种之间的稳定性 兰花一般生长在潮湿阴暗的热带雨林中 在这样的密闭环境里 风力作用较小 不利于花粉在空气中散播 因此兰花集中力量将花粉累成块 利用特定昆虫来进行精确传粉 为了在幽暗的生活环境中生生不息 兰花选择了孤注一掷的传粉方式 这样的方式注定了兰花 需要尽最大的努力 去吸引特定传粉者的眼球 如果要给植物的智商排个许 兰花肯定名列前茅 为了保证成功受粉的几率 兰花选择了固定的合作伙伴 这样虽然受粉的次数减少了 但是一旦成功 兰花就能够获得成千上万的种子 因此野生兰科植物 对原生环境的依赖度很高 一旦离开长期生活的原生环境 都将难以存活 所以像天坑这样 这种几乎封闭 看似幽暗的地形地貌 反而为兰花的繁衍和育种 提供了天然的生长环境 刚才咱们已经看到了 兰花动用很多方式 保证了传粉的顺利进行 但是面对复杂的生存环境 这显然还不能够一劳永逸 兰花的种子在出生以后 同样面临着充满挑战的生存环境 虽然兰科植物物种繁多 全世界现存的种类近三万种 但是它们的种子看上去 却非常孱弱 一颗兰花种子 长度不足一毫米 宽度和一根头发的直径 相差无几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 兰花种子的形态 我们在专家的指导下 用显微镜进行观察 在显微镜下 我们看到一颗兰花种子中 空腔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 但是胚却很小 而且没有负责提供营养的胚乳 在兰花种子的种皮内部 具有许多空腔 种皮外表面则被一层 排列紧密的细胞紧紧裹为 兰花放弃为种子提供充足的营养 却让种子拥有了轻盈的体格 轻盈防水的空气胶囊 使得种子们传播力强大 既能预风而行 又能随波流淌 但是放弃了营养物质的兰花种子 该如何在落地后继续生长呢 兰花的根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真菌 这些对兰花有益的菌群 通常被称为兰菌 它们与兰花构成共生关系 在兰花生活史的初期 缺乏营养储备的种子 必须依靠兰菌的协助 才能获取萌发所需的营养 从而为日后的茁壮生长 打下基础 兰花的根与共生真菌相互作用 形成的结构称为菌根 不光兰从真菌处得到所需养料 菌也有从兰根获得稀缺营养的可能 微小的兰花种子 巧妙凭借真菌的帮助 便可以在各式各样的环境中 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这也是兰花能适应天坑 高原等特殊生静的原因 随着人们对这些原始生静的探索 越来越多生存在秘境中的兰花 正逐渐为学界所认识 在自然界 每一种植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存智慧 而兰凭借着高超的智商与计谋 不仅让兰科家族蓬勃发展 还意外成就世人眼中的高级美感 兰花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和风险 在千百年的进化中 正是这些生命中的不确定性 成就了兰花的智谋双全 真菌 大多数植物都逼而远之 很多植物一旦感染了真菌 就很容易发生病害 这么说来 用剑走偏锋险中求生 来描述一株兰花的成长史 一点也不为过 兰花啊 先是选择了绝大多数植物眼中的 天敌真菌来合作 形成了菌根 然后又因为这个菌根 虽然发达 却无法将根系深入地下吸收水源 因此选择了被阴的山坡安架 因为需要特定的真菌 特定的传粉者 兰科植物对其他生物的依赖性十分强 生物种群一旦出现变化 则会影响兰科植物的生长 因此它们对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 兰科植物的生长或生存状况 显示着当地生态环境的发展和变化 因此保护兰科植物 也意味着对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